是不是从古代穿越回来了 填有一百种方式 你在作甚 古中戏和现在戏完全就不一样 哈喽大嘴鱼心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希泽 在长安少年行中 是杨子安 请简单介绍下长安少年行这部剧 长安少年行是一部古装填成剧 然后里面包含了 有情爱情亲情 还有各种感情 然后让大家看来会比较轻松比较愉快 使用三个词概括长安少年行中试验的杨子安这个角色 杨子安首先第一个词就是吃的之心 然后他是一个特别忠于自己国家的人 然后第二个词是外乐内乐 他平时话不多 但是特别有心地去帮助身边周围的所有人 然后第三个词应该就是恋爱新手 因为觉得他是一个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也不知道如何对女生好 杨子安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相似的地方吗 我觉得杨子安跟我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比较慢热 他一开始对谁的态度都是蓝冰冰的 然后发现跟他相处完了以后才觉得他是一个其实内心活动很多的人 和内心很功夫 然后也很愿意帮助人跟人打交道 听说常常一行是一部很甜的剧 你觉得你人家最甜的一场戏是哪一场 最甜的一场我觉得应该是羽毛吻那场 在藏书阁里面我和沈依依倒在了一起 然后天上飘满了那个羽毛 鹅毛对拍这一场的时候特别的难受 那个因为我是躺在下面嘛 然后那个鹅毛就一直飞到我的眼睛里 飞到我的嘴里面恩惊特别多次 第一次演古装的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演古装的感觉其实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外形上的感觉 就是我每次穿完头套然后穿着古代人的衣服 就觉得哇我是不是从古代穿越回来的那种感觉 觉得拍古装戏和现代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古装戏和现代戏完全就不一样 就你如果拍现代戏的话你可以很随意的说出来你想说的话 但是拍古装的话就不行 就比如说我想问你你在干什么 比如说拍现代戏的话我们可以说你在干嘛 或者你在干什么 但是古装剧就不行 他就要说你在作甚 如果穿越到长安商店行中你自己最想体验谁的人生为什么 我最想体验神医的人生吧 因为他是一个做饭达人嘛 然后我最近疫情在家我也吃了不少不会做饭的苦 我不是不会做饭就是做饭没有那么好的苦 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是神医的话 我可以天天给自己做满汉全席对 你觉得你们五个人在上一馆屋子里分别是什么担当 我应该是智力担当 对脑子比较好我想的事情比较周全 嗯 枕音音是做饭担当 然后 然后唐九华是跳舞担当 呃 读书学不能说肯定是武术担当 武功担当 然后 二皇子呢就是算术担当 有数过自己到底有多少个盲盒吗 数不数数 在拥有的盲盒你最喜欢什么系列 我最喜欢还是很没娃娃那个系列的 为什么最不酷 在家里的日子你都在做什么 在家里的日子里边看看电影然后自己健健身 然后也去尝试着做一个饭 有学过什么技能吗 就是把泡面饺子炒饭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如何回应粉丝说你左宫格斯拍敷衍 敷衍我觉得很很认真都在拍了 但既然你们说敷衍的话 后面就再安排一波不敷衍的了 之前在群里答应粉丝了把腹肌练出来 现在腹肌的进展怎么样 我腹肌其实一直都有 只是明显的问题 给一直支持你的粉丝能吹个彩虹屁吧 我也会一直 宠致你们 大家好我是演员 吴细泽日常工作安排重要事情提醒 就用中华万年力APP 微信APP双端提醒 再也不用担心忘记 中华万年力陪伴成长 进入医生乐趣 我是9 你是3 除了你 还是你 甜 有100种方式 吃糖 蛋糕 还有98字祥语 你为什么要害我 害我什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吃糖 蛋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